哈喽,小朋友们,大家脚相好,我是蒂哲卫,我来自居邻红青亭幼儿园 今天我们要上的课是华文复习 那么小朋友们,在上一堂课呢,我们学了什么呢? 嗯,啊,不笔画,对不对? 那么这一堂课呢,我们学的是野生动物 可以,在上课之前呢,我们来唱一首歌吧 可以,来,我们一起唱哦 一,二,三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 真奇怪,真奇怪 可以,再来多一只哦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 真奇怪,真奇怪 可以,好啦,唱完歌之后呢 我们去复习,会上一堂课的字卡 不要忘了手指字哦 好,小朋友们,现在请你们拿出华文复习作业 打开第六页 然后,把第六页圈起来 好,来,现在跟老师一起读手指字 把对的动物名称 圈起来,并涂上颜色 把对的动物名称 圈起来,并涂上颜色 好,我们来看第一张图 第一张图是长颜色 第二张图是猴子 第三张图是斑马 第四张图是狮子 好,来一起读手指字 老虎,老虎,老虎,老虎 长颈鹿,长颈鹿,长颈鹿,长颈鹿 猴子,猴子,猴子 大象,大象,大象 斑马,斑马,斑马 猴子,猴子,猴子 熊猫,熊猫,熊猫 狮子,狮子,狮子 好,来,我们来看第一题 第一题,哪一个字是长颈鹿呢?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很好,小朋友们,是第二个字是长颈鹿 所以我们把长颈鹿圈起来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哪一个字是猴子呢? 是第一个字还是第二个字呢? 很好,小朋友们,第一个字是猴子 所以我们把猴子圈起来 好,我们来接下去看第三题 第三题,哪一个字是斑马呢?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 老师看到咯 很好,小朋友们,答案是第一个字 是斑马 所以我们把斑马圈起来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哪一个字是狮子呢? 小朋友们,你们可以找找看吗? 红好是第二个字 它是狮子 给我们把狮子圈起来 好,来跟老师一起读 手指字 长颈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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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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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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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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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朋友们 你们完成了你们的功课之后呢 不要忘了把这四个动物涂上颜色哦 可以涂上颜色之后呢 不要忘了把你们的名字 星期和日期写上哦 今天是星期一 日期是7月13日 2020年 好啦,小朋友们 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里啦 OK,那么在这堂课 眼神动物里面呢 我们学到了有几个字呢 同好有 7个生字 OK,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吧 OK,第一个字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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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字 长颈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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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字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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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字 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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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字 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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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个字 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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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个字 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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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猫 OK,好啦 那么我们下一堂课 学的是我的衣物 给我们下一堂课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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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